男人是只凶残的狮子 他专门捕猎人类世界中的强者 将对手打败后 还会把他们的头皮割下 让他们变成传说中的秃头狼 接着将其头皮制成一件战衣 只要集齐所有强者的头皮 他就能成为怪物界的天花板 就连伟森剧怕的格林 都成了他狩猎名单里的最终目标 堪称怪物界最不怕死的存在 今晚猎个痛快 为了打败格林 他先找了一些撑得上强的人类 作为练手目标 只见他坐上跑车 在城市里狂飙 一直开到了晚上 终于引起了交警的注意 看到有人上钩后 他一路开到了深山老林 接着停在了交警跟前 等交警上前检查时 却发现司机不见了 没等他反应过来 狮子狗突然从身后偷袭 将其一把举到空中 当场摔死了他 随后 狮子狗把尸体拖到了一旁 接着掏出匕首 将其头皮割了下来 跌了一层被动后 他又盯上了新目标 这次是一个士兵 只见他一路尾随在士兵身后 被跟踪的士兵心里 总感觉毛毛的 于是回头一看 我真被一个满脸毛的家伙跟着 他刚想警告 却被狮子狗催了一把 士兵当即反击了回去 看来他比警察强很 但狮子狗并不慌 挨了一顿士兵的暴揍后 他一个W就把灰色血液回马 士兵看完当场愣在了原地 说完 狮子狗就现出原形将其干地 快 第一个死者被警察发现 阿强几人赶到现场后 警员告诉他 死者是一名在岛十年的交警 昨晚他曾向总部汇报说 自己在追捕飙车党 可局里一晚上都没等到他的回旨 直到今天巡逻的警员看到后 才发现他遇害了 接着几人来到尸体前 就被眼前的惨状吓到了 死者的头皮竟被人完整地割了下 现场也没有找到头皮的下落 看来是被凶手打包带走 就在阿强思考凶手拿头皮去干嘛时 阿伟突然接到了新的警情 他们来到现场一看 这次的死者也被割掉了头皮 老吴说死者是一名特种兵 现场没有发现前台被截走了痕迹 况且以他的身手一般人也打不过来 结合上一个死者的情况 看来凶手是同一个人 于是阿强赶忙回到警局汇报 这两起头皮杀人案 引起了全警局的关注 队长也调出了第一名死者的执法记录 想找到一丝线索 可视频里只看到了嫌疑车辆 和交警遇害的样子 并没有发现凶手的痕迹 唯一的线索 就是那辆无牌无登记的肌肉车 加上士兵遇害时也处于监控盲区 这让本就头疼的案子更加的头疼 队长初步判断 凶手是以警察或士兵为目标的连环杀手 而割取头皮的动机尚未清楚 为了所有同事的安全 他建议在场的警员执行时 注意保持联络 以防被凶手盯上 只要在评论区输入烟花许愿 就会出现一个随即烟花特性 快看看你的是什么吧 开完会后 队长找到阿强两人商量办法 在没有指纹和凶手信息的情况下 唯一的线索就是那辆车 就在他们思考时 突然收到了其他警局发来的线索 在十天前 就有过两起被割走头皮的凶杀案 死者是一位军官和警察 这和队长判断的一模一样 看来不是单纯的连环杀人狂 而是上升到了变态 这时老吴也拿来的新线索 他说有位巡警在街上 发现了和凶手一样的无牌照肌肉车 听完 队长顿时一惊 此时 狮子狗正在酒店清洗着战利品 衣架上挂的全是狩猎道的头皮 由于过程产生的气味太大 老板被房客投诉后 就上楼找到了他 可看到狮子狗这凶悍的外面 老板只能硬着头皮转告房客的投诉 说完便离开了 而狮子狗回到房间后 就看到自己的车被警察盯上 他赶紧收拾所有头皮 来到楼下找老板退房 此时 阿强也赶到了附近 蹲守的警员说 那辆白车就是嫌疑车辆 可没等几人上前检查 阿伟就看到一家酒店里飞出一条人 他们上前询问情况 老板说自己被房客打了 还抢走了自己的车 看来这个房客有问题 阿强赶忙来到那人的房间 一进门 就闻到了一股臭味 来到浴室 在浴缸里发现了大量的血迹和毛发 看来房客就是他们要找的凶手 他们采集了样本后 回警局进行了比对 里面果真有两个毛发样本 和前面两位受害者的一样 而剩下的样本多达几十个 这结果让人汗毛直立 很明显凶手并非常人 于是 两人来到房车查古书 终于找到了对应的怪物 以前有一种极其凶残的狮子狗 喜欢挑战强大的战士 打败对手后还喜欢取其头皮 制作毛发战衣 他们深信穿上战士头皮制成的战衣 就能获得他们的力量 久而久之 他们也被人们称为头皮狩猎者 阿伟这时突然想通了一个道路 他们以前找的是战士 所以现在就找穿制服的警察或士兵 而阿强身为警察又是为格力 在他们眼里就是人类中最强战士 听完 阿强不禁陷入了沉思 此时 狮子狗已经来到了警局外 似乎已经做好了对战阿强的准备 到了晚上 他就穿上了做好的战衣 接着拿起阿强的新闻照片 看了一眼便扔进了火堆里 一场大战即将展开 而警局这边也查到了他的行踪 老吴说酒店老板的车被开走前了 有几个大学生在附近拍视频 正好录到了他的侧脸 虽然没看到正脸 但这些线索极其关键 队长当即下令 全程通缉被盗窃的车辆和嫌疑人 很快 就有巡警在野外发现了可疑车辆 他打开门一看 里面就有人皮战衣 他赶紧向总部寻求支援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一阵沉重的脚步手 上前一看 来人正是狮子狗 没等巡警反应过来 他就被偷袭了 而身后之人就是狮子狗叫来的帮手 看来阿强这次要危险了 第二天 警方找到了这里 那名巡警已经被狮子狗两人大卸罢款 死相极其残忍 而老吴也在附近发现了两道不同的轮胎印 除了巡警的车 当时可能有两辆车到过这 也就是说凶手不止一个 听到这结果 阿强压力山大 回到警局后 他赶紧联系阿狼帮忙 得知狮子狗的事情后 阿狼顿时一惊 警告他这次的对手可不简单 就算他是格林 也不要独自行动 更何况牵扯到人类被害 实在不行也可以请伟僧委员会帮忙 阿强听完 决定去他家当面商量 而阿狼回到家后 正好遇到了父亲 得知有格林要来 阿狼父亲很是不熟 毕竟血狼和格林是世仇 接着又听他说 要和阿强去对抗狮子狗 他差点没气出高血压来 这时 阿强也来到了他家 阿狼父亲看到格林 当即摆出一副臭脸就离开了 而两人也顾不上那么多 便开始商量起了对策 阿狼说狮子狗天生 就是狩猎强大战士的疯子 而格林偏偏就是最强大的战士 所以他们不用出去寻找 狮子狗就会主动上门 而这正好给阿强拿到了 选择地点的主动权 于是两人来到房车里挑武器 阿强也在书中找到了 对抗狮子狗的方法 那就是割下他们引以为傲的方法 本以为胜券在握 可看到末尾的小字后 阿强瞬间感觉到了欺骗 没办法 两人只能挑好武器 随时准备迎战 可刚要出门 阿狼就闻到了奇怪的味道 一转头就被狮子狗推到 阿强当即清空弹夹 可未能伤到狮子狗分好 还被他抓着打了一顿 而阿狼刚想开枪 就被狮子狗的同伙缠上了 四人分两组打了起来 可狮子狗穿着战衣 阿强两人逐渐落入下方 这时 阿强提议用书上的方法试试 两人刚商量好对策 对面又来了一只狮子狗 来不及多想 两人便抽刀冲了上去 他们目标很明确 只想割掉他们的头发 可不管怎么冲 他们都摸不到对方头顶 眼看就要被他们干掉 关键时刻 狼大及时出现加入了战斗 阿强见状 绕到身后 直接将其中一只狮子狗的头发割下 刀起刀落的瞬间 他就倒下了 看到方法奏效 阿狼赶紧用了起来 当场就秒杀了第二人 眼下只剩下最后一只狮子狗 阿强果断薅住他的头发 小刀一起一落 终于干掉了他 而阿狼也扶起了过来 分摊伤害的父亲 他说自己虽然不同意 他和格林同一阵线 但也不能看着儿子被狮子狗打 这次亲眼看到阿强 他也改变了对格林的刻板印象 虽说饭桌上有点印记 但起码这是老血狼和新格林的新开始 好了 我是夜球 咱们下期见